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自我完全死去之路基督显现出来 我们相信在今夜上帝赐予我们奇迹 奉耶稣的名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相信在今夜上帝赐予我们奇迹 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奇迹解决我们人生中所有的问题 而我们得不到祝福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进入到基督里 只有在基督里使我们受洗礼 我内心有基督的时候才是拥有信心的 而我们得不到奇迹是因为我内心没有基督啊 相信在今夜我们一定要领受这好的祝福 在现场听讲到的信徒们也听得清楚吗 好的 好多人说信心是有两面性 是有相对性的 不是的 甚至有些人说信心是有双面性的 不是的 信心是一个 我们所有人在基督里都是一个肢体 肢体是合一的 这个手和脚也是属于一个肢 是 手和脚 虽然模样不一样 但是在基督里也是属于一个肢体啊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十二章五节 在基督里我们是属于一个肢体的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了 这时候就能得到祝福 我们没有遵循上帝话语的时候呢 就会遇到问题 照着上帝的话语顺从的时候才是拥有信心的 不顺从就是违背上帝的话语了 我们遇到问题是因为我们违背了上帝的话语 违背上帝的话语 不顺从的时候是要去地狱 顺从正是拥有信心 我们不信上帝就是犯罪了 约安福音十六章九节 所以在座的各位千万不要犯罪 在今夜 我们好多人说信奉主 我们相信主 信心不仅使我们去天国 我们拥有信心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吃的是补药中的良药 圣经里也提到让我们吃补药中的良药 这个补药是什么呢 使我们的灵魂新盛去天国 在这世上外事横通身体健康 约安三书二节 那在今夜我们也要吃这补药中的良药 那为什么一开始就讲了这肢体呢 好多人以为我来到教会就属于肢体了 不是的我要进入到基督里来才真正属于一个肢体 尽管来到教会并不属于肢体的 这时候就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没有幸福也不满足 也没有喜乐也没有平安 好多事情都不顺利 不仅自己不顺利 家庭也不顺利 上帝教导我们 首先让我们得到祝福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首先给家人带来益处 其次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这正是信心 格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 拥有信心正是给身边的人带来喜乐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使身边的人也去天国 这正是将一切荣耀献给上帝 格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我们今天照着上帝的话语 吃补药 吃粮药 这补药 粮药是白白的 无常地给到我们的 这就是教会的功能 而当今的教会 有没有给到信仆们 补药中的粮药呢 我们在这世上最不爱听的 就是责备的话语 刺痛我们自尊心的话 我们最不爱听 但是我的自尊心被粉碎了 这时候才能进入到基督里来 自尊心被粉碎 被瓦解了 这时候有奇迹发生 疾病得到医治 问题获得解决 我们呢 总爱被魔鬼附助 要提高自己的自尊心 这时候就总会遇到坎坷 事情得不到解决的 比如说我骗牧师 师母责备我 师母说我的时候 我就开始有理由想狡辩 这时候我又跌倒了 我属于基督里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亏损的 绝不会有狡辩 再怎么受冤枉 尽管受冤枉了 也不会有委屈 也不会觉得要狡辩 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 二章 十八节到二十节 受冤枉的时候 我们的行为也要美好 做个美丽的人 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到二十节 就是基督为我们立下的榜样 基督受的苦 如果我们真切地做四阶段悔改了 这时候我们被冤枉 我们被冤枉了 也要感恩感谢 最美好美丽的人 而我们每当遇到这些困难 甚至遇到一些冤枉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想着急 先着急狡辩 先着急要解说一下 这时候就跑到基督外边了 我们今天正确地领悟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领悟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了 才算是属于一个肢体的 一定要进入到基督里 荣马书十二章五节 我们读下一页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 互相联络做肢体 也是如此 阿们 在座的各位 大家和我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 真切地进入到基督里 才能做一个肢体 才是属于信徒啊 并不是说来到教会 就是属于一个肢体的 我们不做四阶段悔改的话 做不了一个肢体 真切地通过基督的血 洗罪认罪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这时候才能在基督里 做一个肢体 一副所述一张十节 也正是通过基督的 血洗罪认罪的时候 家庭才能和睦 我也是 我们要做四阶段悔改 我的内心才能成为一条心 其余的时间 我们都是属于心怀二意的 罗马书十五章五到六节 我们看一个人 是否成为一条心 我们真切地通过基督的 血洗罪认罪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这时候 进入到基督里来了 这个心才能成为一条心的 我条牧师也不例外 我们要成为一个肢体 大家知道如果我们身体受 有疾病了 患了中风 这时候身体不健康 我得不到祝福的时候 说明是我还不够完整 并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语 世上发生的一切 世上发生的一切 世上的声音 这都是为了我们 我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确立起来了 这时候世上发生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 而我们总会去选一些自己爱听的 排斥一些自己不爱听的 往往我不爱听的这部分 我要 我要当作我的 我的 我的问题 来认罪 洗罪 菲利比书二章四节 我们来找一下 我们通过世间万事 来认识到自身的罪过 来洗罪认罪 从而找回喜乐 这正是耶稣给我们立下的榜样 菲利比书二章四节 耶稣背起了所有人的罪孽 没有一句怨言 而我们呢 总是自作聪明 我们总会自作聪明 好像自己多了不起 就爱狡辩 有理由 我们跑到基督外边的时候 总有理由 总有狡辩 犹大树一章十五到十六节 上帝告诉我们 有理由的时候 都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都是属魔鬼的 那这首先是作为我牧者 我条牧师的悔改太欠缺了 并没有为所有的信徒认罪做悔改祷告 都为信徒认罪做悔改祷告的时候 我们今天找的圣经经文就是菲利比书二章 我作为牧者要为所有的信徒认罪做悔改祷告 这时候得到基督的光 去线所有的黑暗 如果我们认识了世界上悔改 我们是为所有的人认罪做悔改祷告的 就像玛利亚在宴会场里 这宴会场上缺少了葡萄酒 玛利亚就带倒了 直到有奇迹发生 直到这水变成葡萄酒 玛利亚一直为这个家庭祷告 就像所罗门献了一千个烦祭 祷告一定是要祷告到直到得到优势为止 那作为我条牧师 我要为所有的信徒认罪做悔改祷告 为信徒带倒之后呢 要劝信徒一定要顺从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信徒顺从了就有奇迹发生 水就能变成葡萄酒 相信在今夜就有奇迹发生 我们一定要领受正好的祝福 得到满足啊 相信今夜我们一定要领受正好的祝福 感谢主 在今夜我们一定要得到这样的祝福 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这才是吃补药啊 上帝的话语是我们补药中的良药 我们要懂得领受吃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能去天国的就是上帝的话语是补药 就是良药 信心就是补药中的良药 正是看到别人的错当作我的罪 我承认别人的罪就是我的罪 我承认别人的错就是我的错 这时候能找回信心 能找回喜乐 那首先 我们看一下自己的家人 我的祖先 我的祖宗 我的亲戚 我的兄弟姐妹 我们国家的所有的新闻 世界的新闻 每当听到看到的时候 都当作我的罪来认罪 最悔改祷告 听不到前书一章十五节 这时候我们能真切地告白 我就是罪魁中的罪魁呀 我是世上最坏最误会的人呀 我们要这样真切地告白 耶稣是谁呀 耶稣就是信心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 耶稣基督进入到我心灵里 这时候就是信心 耶稣基督背起了世上所有的罪孽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约翁一章二十九节 耶稣背起了世上所有的罪孽 而我们说是信奉耶稣 我们就不承认别人的罪是我的罪 我们总是有理由 总爱狡辩 还不领悟 我们为什么还不领悟呢 眼前的问题为什么得不到解决呢 你有信心的时候 就像耶稣一样 没有任何狡辩 没有任何理由 只要承认告白 一切的罪过就是我的罪 耶稣背起了我们所有人的罪孽 我嫖牧师 我嫖牧师的罪恶这么的肮脏 这么的误会 耶稣都背起了 通过基督的保血 我们认罪 做四周段悔改的话 我们能得到平安 我们能得到喜乐 如果我们的罪恶 不悔改 不认罪的话 就会有一些负罪感了 有些人说 我们总是认罪悔改的话 反而会有负罪感 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呀 我们告白自己的罪过 承认自己的罪过的时候 反而没有负罪感了 我们承认告白自己的罪过的时候 上帝饶恕我们的罪恶 我们就是轻松的 不再有任何的罪恶感了 约安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上帝饶恕我们的罪过 这时候赐予我们一切的平安 一切的喜乐 我内心不平安不喜乐的时候 说明我根本就没有信心 贝利比说二章四节 我们来读一下一二 个人不要担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阿们 我们不但要顾自己的事情 我们就能发现 我身上背着祖宫的罪过 我亲戚朋友的事情 都是我身上也有带着的 我亲戚朋友的事 我亲戚朋友的罪过 都是我身上带着的 通过身边人的罪 来领悟我自身的罪过 这样我认罪悔改了 我就能找回喜乐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我们认罪 做了四季当悔改了之后 我们的罪恶得到饶恕了 这时候上帝赐予我们喜乐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我们首先找回了喜乐 再给身边的人分享这喜乐 这是多么多么好的呀 我屏幕是告白 我的教会的信徒 常有一些爱喝酒 酗酒的信徒来找到我的教会 那这时候我就承认告白 这就是我的祖宗所犯的罪过 也是我曾经过去的谋为养 我这样认罪悔改了 就找回了喜乐了 比如说我们在工作 在单位上班的时候 经常遇到一些受委屈啊 被冤枉的事情 这时候我们就刮抱怨了 喊冤了 就只懂得找回喜乐 找回喜乐是把这样的事情 真切地当作我的罪过来 承认告白我的罪 这时候就能找回喜乐 来到教会 也有两条路 一个是能去天国的路 一个是受灾难的路 上帝是让我们走向得福的路 而我内心的魔鬼 总是牵着我去败坏的路 马太弗言十二章二十八节 有罪恶的地方就有魔鬼附着 我内心到底装着什么 我首先要认清 我内心装着什么呢 大家也知道 在圣经里有提到过群 群 魔鬼群 魔鬼群就进入了猪群里了 我们跟动物是一样的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不领悟的话 就是灭亡的处类了 我们不认罪不悔改的话 我们就成了动物 找不出喜乐 没有喜乐的心 上帝把好的一切全给了我们 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 上帝把所有的一切 把好的一切全给了我们 而我们为什么没有领受 正好的祝福呢 首先上帝让我们的心灵正直 心灵正直了就能得到一切 上帝把所有的喜乐 给到我们心灵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 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就是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阿们 这信心正是基督 基督进入到我心里来了 就是有信心 耶夫所说三章十七节 四阶段悔改在我心里的时候 就是拥有信心 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 哥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七节 我们做了四阶段悔改了 这时候上帝就做我们的上帝 做盼望的上帝 我们是有盼望的 我内心有基督的时候就有喜乐 我内心有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内心就是有信心的时候 我内心拥有基督耶稣的时候 内心也有喜乐 大家真真切切地做四阶段悔改的话 就能听懂上帝的话语 四阶段悔改就是信心 这信心就是知识 让我们能认识上帝的知识 如果大家还听不懂 还不领悟的话 赶紧领悟 原来我还是有太多的罪恶了 因罪恶使我听不懂上帝的话语 约恩书三章六节 如果我们认罪悔改了 上帝是把喜乐赐给我们的心灵里 首先我内心拥有信心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的心喜乐 上帝是把喜乐给到我们心灵里 就像手心和手背是一只手 是一个整体啊 我内心有信心的时候 上帝使我得到一切的喜乐和平安 所以上帝让我们 首先通过我自己 也是通过身边的人 做四季段悔改来找回喜乐 上帝是让我们通过身边的人 做四季段悔改 找回喜乐 而我们呢 通过身边的人 就觉得烦 觉得嫌弃 觉得讨厌 反而走向败坏了 什么是信心 好多人因为我信呢 我信了呀 这不叫信心 我们信不了 自己无法拥有信心的 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我们 当时就有告白 我信 虽然我信 但是我并没有上帝赐予我的信心 求主帮助我 使我得到上帝赐予我的信心 这时候他的儿女得到了医治 我的信 和上帝赐予我的信心是不同的 今夜我们要吃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是补药中的良药 我们吃了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 灵魂得到新盛 能去天国 然后身体也健康 上帝的话语 这补药就是给我们信心 我们遇有信心的时候 照着信心如是为我们实现 马可福音八章十三节 我们遇有信心的时候 不仅心愿得到实现 使我们去天国 使我们得到健康 大家知道 在这世上 我们吃再多的补品 吃再多的 吃再多的保健品 可能也会吃坏肚子 但是上帝的话语呢 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只要我吃了上帝的话语 只要我领受了上帝的话语 吃上这个补药 这个药物的 就能把好的祝福 留给子孙千万代 我们在这世上吃再好的营养素 也不会说我吃了 就能把这个营养素留给儿女 但是上帝随我们的补药呢 我们吃了就会把这补药的好的良效 都留给子孙千万代 使我们拥有喜乐和平安 喜乐和平安 是进入到我们心灵的 不是进入到我头脑里的 上帝是把信心给到我们心灵里 我内心拥有信心的时候 就能得到一切的喜乐和平安 这信心就是使基督 记录到我心里来 我们找下 以福所说三章十七节 使四季道悔改 进入到我心里来 我们做了四季道悔改的话 上帝赐予我们一切的喜乐和平安 我内心不平安 说明我内心还是属魔鬼的 好多人认不清 我内心是属魔鬼呢 还是属什么呢 我们不认罪不悔改的话 都是属魔鬼的 马太腓十二章二十八节 约安一十三章八节 我内心属魔鬼的时候 就担心和忧愁 好多人总是想刻意地多笑一笑 这反而是更不好的 就像火上浇油一样 好多人说 哎呀 脸上带着笑容吧 这笑容是上帝给我们的 我内心有喜乐的时候 脸上才有笑容 这时候才会越来越年轻 以福所书三章十七节 我们来读一下 以二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 有根有基 阿们 如果我们拥有信心的话 就要使基督进入到我们心灵里 基督进入到我心灵里了 这时候是拥有信心的 我们做了世界段悔改 就是拥有信心的 我们做了世界段悔改 就能得到一切的喜乐 就能得到一切的平安 这时候是属于一个肢体的 无论是在一个教会 还是在一个家庭 我们都要成为属于一个肢体 是喜乐充满的 这就是拥有信心 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平安 而我那心没有服侍基督的时候 我没有做世界段悔改的时候呢 心灵没有喜乐 心灵也没有平安 也没有盼望 基督要进入到我心里 这时候在基督里 使我们成为一个肢体呀 因基督使我们成为拥有信心的人 拥有信心的人 能得到一切的喜乐 能得到一切的平安 也有盼望 有盼望了 我们做世界段悔改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们信心 我们一定要领受正好的祝福 上帝实在是真好 主啊感谢您 主啊感谢您 上帝实在是真好 上帝是赐予我们一切的平安 上帝是赐予我们一切的喜乐 上帝是盼望的上帝 是有盼望的 使我们越来越好 使我们的儿孙越来越好 使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 而我们没有基督的话 我们得不到这一切 喜乐是发自内心的 平安也是发自内心的 这确信和盼望也是从内心得到的 我们找下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多么感恩感谢 我们不知不觉中就吃了上帝的话语 吃补药中的良药 得到了盼望 使我们的儿女越来越好 使我们拥有晚年的祝福 因为上帝赐予我们盼望 上帝赐予我们所有的喜乐 好多人说 好奇怪呢 来到这个教会 做四季段悔改 很自然 不知不觉我就有喜乐了 总有笑容 我内心有基督的话 基督在我心里的时候 我就能得到一切的喜乐和平安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刚才我们也读过了 上帝使喜乐和平安 充满我的内心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 我内心充满喜乐和平安的时候 脸上自然就有喜乐和平安 就比如说 一个瓶子里装满的是香气 那自然就 这个香气芬芳 使周围也有香气 我内心装着 都是带着恶臭味的话 那脸上散发的也是恶臭味 周围的人都不喜欢我 家人也不喜欢我 在工作上也不喜欢我 那今天我们得到医治吧 这多好啊 相信这一切都是能行的 上帝真好 主要感谢您 主要感谢您 上帝实在是真好啊 我瓶牧师怎么能医治患者呢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是上帝的能力 医治了患者 首先我瓶牧师告白 是我瓶牧师的责任 马太菲十五章十四节 马太菲二十三章十五节 如果牧师是坏的 那带领信徒都走向败坏了 我如此误会肮脏 是个罪人 但是每当我瓶牧师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就饶恕我们 只要我们肯承认自己的罪 肯告白自己的罪过 上帝就饶恕我们的罪过 原因是一章九节 有些信徒来到了教会 始终得不到喜乐 那这时候我瓶牧师就劝勉这位信徒 这位信徒您悔改认罪的范围太狭窄了 自身的罪过也不承认 也不悔改 更不要提为家人认罪 做悔改祷告了 也不承认告白自己祖先的罪过 那这时候虽然劝勉了 这位信徒很不爱听 特别不爱听 大家知道在炎热的夏天 五六月份去一些厕所 就是以前我们曾经小时候的厕所 洗手间下边爬的都是蛆 白色的蛆 然后呢 有热腾腾的尿 尿一撒香 这些蛆了呢 这蛆就开始爬着呀 哎呀滚爬 这就是大家和我的状态 我们就是蛆一样的 如蛆一样的人生 我们要认清自己 我们就是蛆 约伯记二十五章都有记录的 约伯记二十五章 大家都可以读一下 只有到第六节 首先我们要认清 我就是蛆 我来到上帝面前 主啊 我就是蛆啊 我可就是蛆 如蛆一样的我 您却让我要做上帝的儿子 这何等的爱 马太福音三章九节 上帝能使一个石头 变成上帝的儿子 哪有这么好的 上帝实在实在是真好 所以这一切都是能行的 所以我们要结信全力 使基督记录到我心里来 我们做四周段悔改了 基督才能记录到我心里来 这就是奥秘 只要我们做四周段悔改 这时候不是靠着我们 也不是凭着我们的能力 是靠全能者上帝的能力 上帝赐予我们一切的喜乐 一切的平安 这时候给身边的人 带来喜乐和平安 上帝是要把所有的喜乐 所有的平安给到我们 上帝使我们的盼望 使我们的儿女越来越好 正是我心里有基督的时候 我心里有基督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喜乐 上帝赐予我平安 拥有信心就是 不要中的良药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 食骨枯干 阿们 是哪里的喜乐 是心灵的喜乐 这时候是良药 不要中的良药 我们在这世上吃保健品 吃一些补品 吃在这的补品 心灵的喜乐 也保不住 只有基督给到我们心灵的喜乐 我们做四周段悔改 通过基督的血洗净我心灵里的罪过 我那心有罪恶的时候 就有担心和忧愁 题目在前书六章十节 通过基督的血洗净我的罪恶了 这时候担心忧愁就消失了 上帝赐予我们喜乐的心和平安 所以我们真切的做四周段悔改 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 绝不会有亏损 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 缘分一章一节 上帝能让我们死 上帝也能让我们活 上帝赐福于我们 也没收着祝福 上帝赐予我们财富 上帝也医治我们的疾病 撒姆尔记上二章六节 只要我们做了四周段悔改 我们就能遇见上帝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 上帝居住在四周段悔改里边 所以我们就竭尽全力地 真真切切地做四周段悔改 比如说我们就擦干净眼前 而我们不擦 不愿意擦 说我擦了两下子 怎么还不干净呢 大家知道有些污渍呢 积攒了数十年了 光擦两下子是擦不干净的 擦不透的 内王记上三章四节 所罗门献了一千次凡计 这是说明什么呢 所罗门是持之以恒 坚持了 我们从上帝里 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上帝的爱 大家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心总会模糊 总会愚钝 总会消失 西伯来说三章 西伯来说三章十四节 上帝告诉我们让我们坚守我们起初爱上帝的那份心 这时候才是在基督里的持之以恒 就是我们真切地做四周段悔改 我们一开始做四周段悔改的时候 好有缺心 好喜乐 但是没过多久呢 这种热心就没了 那说明我又变心了 而我不变心 持之以恒 能持守住 起初的信心的时候 上帝就赐予我祝福 给我允许 上帝是让我们做上帝的儿子 去天国 得到永恒的祝福 得永生的祝福 给身边的人带来祝福 使身边的人也得救 把这样好的祝福留给子子孙孙 而我们呢 总是想顾及眼前的事情 只把眼前的问题得到解决 然后就不愿意再来到上帝面前了 再来开始一章六节 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背叛基督 离开基督呢 上帝都觉得很遗憾 我们总是一会儿做四周段悔改了 就又不做了 我们今夜不仅是来吃这个土药 我们吃了上帝的话语 心灵里领受了上帝的话语之后 找回了喜乐 这世上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就比如说遇到再大的问题 遇到再大的坎坷 我们也能知道 眼前的坎坷就是给我们带来的喜乐 比如说眼前有个大雪球 但是在大雪球里包着的是一个栗 栗子 那我眼睛睁开了 我就能懂得包开眼前的大雪球 无论是在教会里还是在家庭里遇到问题了 出事了 这都是上帝给我带来的喜乐 为的是让我通过眼前的问题找回喜乐 使我们喜乐充满 而我们呢 看不出眼前的喜乐 总是在抱怨 结果走向了败坏 大家现在最讨厌谁 看着谁最不顺眼呢 这就是我最关键的问题 给我带来祝福的人 往往看着最不顺眼 我看着最烦 看着最讨厌的 就是给我带来祝福的人 往往夫妻之间是看着最不喜欢最烦的 我们不会跟陌生人离婚吧 我们跟自己最亲近的丈夫离婚 这说明什么呢 马大菲十章三十六节 这是我的家人 就是我的仇敌 上帝告诉我们不是仇敌 是我的祝福 通过眼前的人来找回我的喜乐 而我们呢 不找自己的喜乐 反而在抱怨 狡辩 有理由 哎呀 又抱怨这个命运 我本来不想结婚的 就是我妈妈 逼着我结了婚啊 有些人说 都怪父母 不要怪 谁都不要怪 通过眼前的事情 找回自己的喜乐 通过眼前的人找回喜乐 这时候 面对眼前讨厌的人 对方 眼前的人 虽然在骂我 讨厌我 但是我通过眼前的人 找回我的喜乐了 这时候是感恩感谢的 眼前骂我的人 就是给我带来祝福的人 眼前的人并不是我的仇敌 反而是给我带来福气的 是值得感恩感谢的 无论对方是什么样的态度 无论对方是怎样骂我 怎样说我的 这都是给我带来喜乐的 上帝是让我通过眼前的事情 通过眼前的人 找回我的喜乐 有些信徒呢 一开始装模作样的 认罪悔改 说要找回喜乐 但是没过多久呢 发现也不喜乐 尽管这样 我们今夜还做世界的悔改 相信今夜 上帝就给我们祝福 一定要能得到这样好的祝福 主啊感谢您 主啊感谢您 是大家的邻居讨厌 还是大家的婆婆 还是儿媳之间的关系 还是说丈夫 妻子呢 我还没有放下什么 我内心揪着的 赶紧找回喜乐吧 我最不喜欢的人 正是给我带来喜乐的 通过这个眼前的人 找回喜乐的话 我的眼睛 就改变成喜乐的眼睛 提督说一张十五节 我的耳朵改变成喜乐的耳朵 这时候对方 讲话再难听 再苛刻 我都觉得好好美丽 好好听 以前看我的妻子 走路都很烦 看着她走路的模样 都看着不喜欢 但是我的眼睛 改变成喜乐的眼睛了 看她怎么样 都是漂亮 都是美丽的 以前都不愿意一起走 闲丢人 但是现在 怎么看都好看 怎么看都喜欢 只有上帝能给到我们幸福 我们成了一人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幸福 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这正是补药中的良药 我们得到了补药 心灵就喜乐了 我们在这世上花很多钱 去吃一些补品 保健品 而且往往吃一些中药 吃补药的时候 就觉得好苦啊 哎呦 特别苦 然后找糖 说加点糖吧 加点糖 反正在这世上 喝了补药 喝的越多 反而就怎样呢 腿身子 而且喝很多补药了之后呢 就很容易放屁 就是要助消化嘛 世上的补药 我们也需要喝 但是真实的补药 是心灵的喜乐 我们找回心灵的喜乐了 心灵的喜乐 就是我们不要住的良药 而心灵忧伤的话 使我们的骨头枯干啊 我们担心忧愁的时候 都使自己的心灵受伤 骨头就枯干了 骨髓里是造血的 骨头枯干的话 骨髓就无法造血了 大家知道 当今的社会 往往拥有财富的人 就有更多的忧愁 以前生活比较单一 比较单纯 而现在呢 养狗养宠物的人呢 还要给狗 还要给狗美容啊 洗澡啊 各种各样的担忧忧愁 担忧愁了 心灵就受伤害了 在我们过去 没有那么复杂的疾病 最近的疾病呢 甚至有些疾病是 定期来到医院换血 因为骨髓 骨髓受到伤害了 内心担忧忧愁的时候 使我们的骨髓受伤害呀 尽管这样 我们吃补药中的良药 吃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是我的心灵平安 只要我们在基督里 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不怕 我们领受正好的祝福的话 使子孙千万得得到 正好的祝福 我们一定要得到 正好的祝福 主要感谢您 主要感谢您 那么今夜我们开始 吃上帝的话语吧 上帝的话语是没有谎言的 上帝的话语绝对没有谎言 无论我们带来什么的问题 上帝都能为我们解决 上帝给我们补药中的良药 约安三说二节 上帝的话语 是使我的灵魂兴盛 去天国 而在这世上 是得到万事轰通的祝福 使我的身体也健康 上帝赐予我们的补药 不仅使我的身体健康 而且为我解决所有的问题 上帝的话语是没有谎言的 所以我们要持续 不断地吃上帝的话语 就在今天 就在现在 要吃上帝的话语 使我的问题得到解决 使我身体健康 而你的问题也得到解决 这时候能帮到身边的人 照亮身边的人 我们无论是看到身边人的事情 还是看到我的事情 我们都要找回自己的喜乐 我们找一下菲利比书二章四节 无论是通过身边人的事情 还是通过我的事情 都要找回自身的喜乐 上帝多么多么的好啊 多吃补药 眼睛就亮了 多好啊 上帝实在是真好 我平牧师每次梦想上帝话语的时候 真的是特别的神奇 特别喜乐 一心想着要把这样好的话语 都要传给身边的人 跟大家分享 我们仍有信心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们 一切的喜乐和平安 信心是什么 耶稣基督进入到我心灵里了 这正是信心 以副所说三章十七节 正是我做四阶段悔改 使基督进入到我心灵里了 这时候得到一切的喜乐和平安 所以心灵的喜乐是最好的补药 心灵没有喜乐的时候 内心就是担心和忧愁 这时候就让我生病了 真言十八章十四节 心灵的喜乐能医治所有的疾病 这多好啊 相信今年就能实现这一切 全能的上帝为我们实现这一切 始终不行的信徒呢 赶紧领悟 我是不是没有顺从上帝的话语啊 那么就从头再来吧 马可福音八章 耶稣 耶稣就是信心 耶稣为一个盲人患者按手的时候 也按手过两次 马可福音八章有记录 我们照着圣经的话语如是甚从 直到能行为止 菲利比说二章四节我们读一下一二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阿们 我们不仅要顾自己的事 还要顾别人的事 首先顾自己 就要顾自己的家庭 看一下我的周围 看一下我的家庭 看一下我的亲戚姐妹们 就会发现很多很多问题 就会发现很多很多事情 那就把所有的问题 当做我的罪来认罪悔改了 这所有的问题就都变成祝福了 而我们遇到问题了 发现了问题 发现了错 我们就去抱怨 指责 甚至是发怨言 嫌弃 排斥 这时候就是走向更坏的败坏了 我们总是抱怨 哎呦 这政治怎么这么的败坏 政治的原因 也是上帝给我们的 通过眼前的问题 找回我的喜乐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回喜乐 做四阶段悔改 遇到一切事情 都做四阶段悔改 找回喜乐 四阶段悔改的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喜乐 感恩感谢 就是感恩感谢 所以要真切地做四阶段悔改 没有做过的人就没有体会 那首先回顾一下我的家庭 我的家人 我的亲戚朋友们 我瓶牧师 回顾一下我的家庭 我始终能记得我的爷爷 有三方两气 那么我就要当做我的罪来认罪 所以回来祷告 再说的各位 大家和我 我们总是不承认自己的罪 总是夸口一些虚伏的 说 哎呀 我家祖宗可都是贵族啊 再大的贵族也会认 也会犯罪 犯错 我们人都一样的 月亮分八章七节 我们面对犯奸淫的女子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扔石头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说笑 我们不是接别人的短 也不是取笑谁 我们都要认罪 做回来祷告 我看到的就是我的罪 我听到的就是我的罪 别人所犯的污秽 肮脏的事情 就是我自己 就是我的罪 都是我犯的错误 我们不做世界上悔改的时候呢 就会嫌弃 相互嫌弃 相互看不上 这都是自己败坏自己的 败坏儿女 败坏家庭啊 真言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我们都会吃一下自己 自己口上所借的果子 我们也求上帝饶恕我们吧 求基督的血饶恕我们的罪过 在今夜 无论我们带来多大的问题 我最不爱听的声音 我最不爱听的话 就是给我带来喜乐的声音 最不喜欢的 就是给我带来喜乐的 我们做世界上悔改吧 我总有理由 我总觉得委屈 我觉得委屈 说明我没有悔改 我要悔改认罪 直到不委屈 直到有喜乐为止 上帝告诉我们了 我内心的阴影 都要找回喜乐 我心灵受伤害了 就生疾病了 有了疾病就开始一切不顺利 得不到救恩 去不了天国 内心煎熬 难过 痛苦 使骨髓受伤害 而上帝让我们把一切的问题 都改变成喜乐 找回喜乐 使我们拥有平安 去天国 使子子孙孙得到祝福 在这的各位 现在听讲道的时候呢 不知不觉就领受上帝的话语 吃上帝的话语了 我们每个人都在犯罪 都有罪过 我们承认 只要承认告白自身的罪过 基督的血就洗净我们的罪恶 只要我内心的罪恶 洗干净了 我内心就有喜乐了 就平安了 相信上帝医治我们 我们吃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得到健康 那我内心最痛苦的 我内心最煎熬的 好多人 想通过人得到安慰 那是最幼稚的 诗篇119篇50节 只有上帝的话语 安慰我们 上帝的话语 是刺痛我们心灵的 只要我受到刺痛了 我就赶紧承认告白 实实在在地告白 我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的模样 这就是我的罪 我们认罪悔改了 承认自己的罪过了 这时候上帝赐予我们喜乐 使我们得到一句的平安 这时候上帝赐福于我们 赐福于我们的儿女 赐福于我们的子子孙孙 我们一定要领受 这样好的祝福啊 我们今天找回喜乐吧 静静地闭上眼睛 我现在最不喜欢谁 我和谁的关系最糟糕呢 是我身边邻居吗 还是我大伯家 还是我叔叔家 还是我堂弟堂兄呢 还是夫妻之间呢 还是亲兄弟之间呢 大家不要再自己欺骗自己了 今夜我们实实在在地告白 我身上就带着这些问题 我和这个人的关系不和睦 说明我内心有一些坎坷 我内心有一些罪过 我内心没有放下 我内心不能捆绑任何的 我不能带着任何的 我都要饶恕的 上帝为了我们 把一切都给了我们 罗马书五章六节 甚至献出了生命 爱了我们 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 就能得到上帝的爱 我们找回喜乐 得到幸福吧 我内心没有喜乐的时候 我内心总担心忧愁的时候 这都是属于世俗的 提摩的前书六章十节 我担心忧愁的时候 内心就有恶念 就是爱世俗的表现 这时候信心就离开我了 我内心要找回喜乐和平安啊 我现在还放不下什么呢 我心里还揪着什么呢 我还在不饶恕什么呢 小小的一个过节 我还不肯饶恕吗 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呢 我还在抱怨 还在发怨言 我还在责怪别人吗 上帝是让我们得到一切的喜乐 而我呢 总是不感恩 也不感谢 总在怨言 总在发怨言抱怨 夫妻关系最不和睦了吗 甚至说 婆媳关系很头痛 很烦躁吗 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我最受搅扰呢 甚至说 我特别讨厌自己 我不能饶恕自己 看着谁都烦吗 或者说 我的家人都说我像爷爷 我像奶奶 说我跟谁谁谁一模一样 那么我能不能认清我到底是谁呢 我们要效法基督 我们要对一切事情都要感恩感谢 而我为什么没有感恩感谢呢 我们今天领悟吧 我内心揪着什么 我内心没有放下什么 我父啊 我内心到底被什么所束缚了 心里发生的罪恶中 我内心都带着呢 我需要实实在在向您告白 认罪的是哪方面呢 主啊 您告诉我们 我内心属下到魔鬼的时候 骨髓受伤害 我担心忧愁的时候 骨髓就受伤害 今天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向您一一地承认告白 把我内心的一切都实实在在地向您告白 求基督的血洗净我内心的罪恶 求基督的宝血洗净我内心的罪恶 我头脑里 在琢磨一切的担心和忧愁 求基督的血洗净我的头脑 使一切的撒旦魔鬼离开 使我内心找回爽快的心灵 相信在今夜上帝给我们奇迹 我们照着上帝的话语告白 我就是罪人 我具有这些罪过 这时候上帝给我奇迹 如果父我 我到底是谁呢 在家里我看着谁烦 我看着谁讨厌 我看着谁都嫌弃呢 求主帮助我实实在在地 全向您告白 承认 使一切的撒旦魔鬼全离开 使我们不要把误会肮脏的罪过 留给儿女 在今夜 求基督的血为我们洗尽一切的罪过 我父上帝 我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现在被什么所揪着 我内心被什么所束缚住 我父上帝 我心里怎么又抱怨了 怎么总爱抱怨呢 哪怕我听了委屈的声音 求主帮助我感恩感谢 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的安排 我父上帝 我告白我是最肮脏最误会的罪人 我告白我心里总有淫乱的想法 我肉体总有淫乱的罪恶 求基督的血洗净我淫乱的罪过 我父 求我父饶恕我淫乱的罪过 使我们洁净 使撒旦魔鬼离开我的家庭 使我们领受上帝资予我们的平安的祝福 我父上帝 我们感恩感谢于您 我们现在到底被什么所捆绑住了 我们始终被自己的想法和理论捆绑住了吗 这都是属于基督外边的表现呀 别人说我 别人冤枉我了 我就又抱怨 又发怨言 求 求我父帮助我 使一切的头脑的想法全消除掉 求基督的宝血洗净我的头脑 洗净我头脑里的一切 使我的头脑轻松 我父啊 求基督的血洗净我的心灵 使我实实在在地向您告白 我那些误会肮脏的罪过 求基督的宝血洗净我身体的一切的罪过 使撒旦魔鬼全离开 求主使我们的儿女 更加得到智慧 撒旦魔鬼啊 全离开吧 求基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过 我们告白 上帝使我们重新接上 求主帮助我们向您告白承认一切 我父啊 我现在内心哪里有不舒服的 我现在哪里有不舒服的呢 把手放在我疼痛的地方 我们相信那撒勒人耶稣的名 就是能力 我们相信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过 撒旦就离开了 在今夜 求主使我们有新的开始 使我们心灵得到平安 使一切的撒旦魔鬼离开 求我父使我们成为拥有能力的仆人 使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 奉拿撒勒人耶稣名宣告 一切的恶魔鬼全离开吧 基督的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过 使撒旦不再侵犯我们 使我们领受这样的能力 使家庭里的撒旦魔鬼全离开 使我们称颂于上帝 我父上帝 求圣灵亲自降临在这里 求圣灵的膏油降在我们身上 我父上帝 使我们的眼睛睁开 我们相信主医治了我们的眼睛 腰痛的信徒 求主医治我们的腰痛的部位 使我们得到医治 我们身上的疾病 求主医治我们 我们求少智慧 求主赐予我们智慧 我们告白 我们求少知识 求主赐予我们知识 在今夜 求主使我们的心愿得到实现 求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 使我们的疾病得到医治 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平安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告白我就是罪人 使我们告白我们犯了淫乱罪 使我们的内心得到平安 我们告白我们都是淫乱的 求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淫乱罪 在今夜 求主的饶恕 淫乱的撒旦魔鬼啊 全退去吧 求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过 基督的血 饶恕所有的罪过 我们相信在今夜 有新的开始 在基督里 主使我们成为心灵 使我们做主的徒人 做上者的儿女 全能的父 求主赐予我们的儿女自由 使我们的儿女从三大魔鬼中释放出来 从淫乱的恶魔中释放出来 使我们为国家和民族做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您 我们一起来呼唤主啊 认罪悔改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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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 感谢您 感谢观看